不能带饰品,不能化妆,不能养宠物 重庆永川乐和乐都小动物收容救助中心的刘青青 带娃三年多来,一直遵守三部禁令,却甘之如頤 给虎宝宝喂食,带虎宝宝散步 成了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近日,记者走进重庆乐和乐都小动物收容救助中心 见到了这位特殊宝妈和他的小虎队 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三只孟加拉虎一步一驱地跟着刘青青走出室内笼舍 狼吞虎咽得吃完营养餐后 几个毛发已经展开,露出霸道眉眼的小家伙 沐浴在阳光下,你追我赶 与很多毛孩子一样,他们玩着玩着都会确定一下妈妈的位置 过来蹭一蹭她 而扮演了虎妈角色的刘青青 也都会很有耐心地抚摸、安抚小老虎们 刘青青介绍,她的宝宝都是意外而来 就像这三只孟加拉虎宝宝 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按规定进行了24小时观察 确定他们被虎妈抛弃后 就送到小动物收容救助中心 马上得到了刘青青和同事无微不至的照顾 入行三年多,她一手拉扯大了60多个幼崽 在育幼过程中,我们不能完全替代他们母亲的角色 但是我们能给她母亲般的照顾 给虎宝喂食,清理猴宝的眼周 有了鹿宝的小肚子 刘青青辗转于各个育幼室 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为了幼崽健康 喂与养各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除了要有相关知识和责任心 还有很多注意事项 比如刘青青从不带饰品 不化妆 连气味很大的食物都很少吃 她家里也不养宠物 因为要将所有精力留给救助中心的孩子们 这段时间我觉得她长得挺好的 对,毛发都长好看 让她适应你 还有就是她有时候那种 就是你摸动她的时候 你给她一个声音 比如她,你看她那种 你看她那种 你看她,她也会出现那种 一般健康长到六个月的幼崽 就会从救助中心毕业 转移到成年龙社或回归族群 学习捕食,避嫌等能力 每个幼崽离开之时 是刘青青最欣慰也不舍的时刻 而幼崽来到成年龙社后的几天里 往往不肯进食 刘青青说 像每個操心的老母親一樣 自己記得每一個幼崽的軟萌時刻 也期待他們 胡笑山林 自在隨心